做得最长的吗 救命啊 我不要迟到 来 周迅 放在这儿 对不起 刚才迷路 跑得有点喘 我喘一下 你先喘先喘 很高兴认识你是由周迅和阿雅主持的首档所有格计时真人秀 每集都会有两位主持人邀请一位飞行嘉宾 第二季以每周一集计时综艺和N条短视频的形式播出 周迅作为一个老牌艺人 而且出演过那么多的电视剧和电影 人长得小巧也好看 有粉丝太正常了 当然有明星粉丝也是很正常的 比如之前景博然作为飞行嘉宾来做客的时候 上来就亲了一下周迅 很明显他是很喜欢周迅的 最近周深作为飞行嘉宾也参加了节目的录制 我跟小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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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你 你想我 你想我 哇 哇 怎么会后面突然出现一瓶水 这没办法 这就天意了 我跟你说 我听传令大夜深 所言语与人平生 让您过里中 已寻宿 沧海一梦 当周深看到周迅在的时候 那种喜悦感不仅从他的行为上表现了出来 还能从他的眼神里看到小星星 可见他是真的很喜欢周迅 当他终于有机会说周迅的时候 感觉他想把所有好的词语都安在周迅的身上 他对周迅说 又会唱歌又会演戏 人又这么好 而且还这么的漂亮 他一边夸一边笑得合不拢嘴 又会演戏又会唱歌 人又这么好 对对对 又这么美丽 周深的左边是周迅 而右边坐着的就是阿雅 周深一直在夸周迅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这是周迅的粉丝了 而同样作为女生的阿雅 就有一些冷场了 这时周深还是想到了旁边的阿雅 从周迅这边的喜悦抽身出来 扭头对阿雅说对不起我是她的粉丝 对不起我是她的粉丝 很好 眼光很好 虽然就这样简单的两句话 真的让人感觉到很温暖了 这不是求生乐 这是真的高情商界的天花板了 因为周深不止一次在采访或者出席节目的时候 拥有满分的回答 于是很多网友就说 你可以永远相信周深的现场 比如之前周深被问到 你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天秤座吗 周深想了一下说 当然不是啊 世界上天秤座的那么多 每一个天秤座都是小可爱 我的意思是12个星座都是小可爱 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天秤座吗 当然不是啊 世界上天秤座那么多 每个天秤座都是小可爱 我不是说12个星座都是小可爱的意思 我以为年轻人不太喜欢我的 当然我也不是说喜欢我的哥的人不年轻啊 我不是这个意思 如果变成一个幻想英雄 你想成为孙悟空还是钢铁侠呢 那当然是孙悟空啊 所以我可能中文很又可以变换东西 就它可以帮到别人 而且很厉害的帮到别人 而且是很长久的一个帮到别人 不对 我不是说钢铁侠的不好的意思 对不起 帅黑的吃胖最害怕哪一个 帅黑啊 哇塞吃胖你饿又饿 我不是提到大家饿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 吃胖你可以就稍微控制一下自己 回运动运动 就比较好容易瘦一些 想问那你喜欢吃甜粥还是喜欢吃咸粥呢 有人吃咸粥吗 皮蛋瘦肉粥啊 我不爱吃皮蛋瘦肉粥 当然我知道你如果爱吃它会很香 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 我刚好是那个不爱吃皮蛋瘦肉粥的人 就像很多人很喜欢吃土豆 我觉得土豆是个天下最好的美食 但也有人不喜欢吃土豆丝 不是我说的 其实我不喜欢 这皮蛋瘦肉粥的人太过怪味 当然我也知道很多食物有很多怪味 但很喜欢嘴上螺蛳粉 有的人知道这是我的习惯 不太喜欢吃 但是 我又喜欢吃粥 但是 你不喜欢吃粥也是可以的 我们不一定要每个人都喜欢吃粥 或者每个人都喜欢吃甜粥 或者咸粥 或者白粥犯的正态都OK 我觉得你就是找一个最喜欢吃的粥OK 还有什么吗 当然你不喜欢吃米饭也是可以的 因为我身边也有人不爱吃米饭 还有一次参加何炅的节目 何炅问摄像大哥 没有参加过训练 能够拿得起这个机器吗 这是摄像大哥看向了周深 周深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连忙往后退 何炅去拉他 周深说 何老师 我拿得起 但是我可能赔不起啊 这反应速度和接话能力 当个主持人也不为过了 很多人开玩笑的说 这是周深求生欲强 或者说他是求生大师 可是这明明就是情商高 会考虑到其他人的感受 而且还不会让气氛尴尬的温暖行为啊 这样的人谁不喜欢呢 最近你的信都太长了 最近粉丝来信有没有变得经历 印象最深刻的话是什么 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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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真的要夸他们 你真的是变倒了很多 但是就是开始发现 自己收到的信的类型有可能变 以前可能就更多是舒缓 什么周深你给我的力量啊 这些比较彩虹气体的话 现在就开始有求职了 就是说 孙深我是毕业什么什么 我在进行做什么 你看看我觉得你可以考虑 让我加入你的团队哦 联系方式反而不 而且不只一封 我觉得挺小的挺小的 但是我觉得他们剪定下来 写的不够好 那回去可能是为了 谢谢 可以 不要吧 夸就好 我不闻那个味 我在干嘛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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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我的意思是说 哎呦 剪掉可以吗 我跟他合作之后洗涤了别人的灵魂 不会是我跟腾格尔老师吧 我不是那个意思的腾格尔老师 我是说 我弄的 哎呀 你看把我弄成这个局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